徐慧珊小姐 徐慧珊小姐 申請入學時,為了得到編號較前的申請表 很多家長甚至願意排隊排足一日一夜 就是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 以及對於小朋友未來的重視 但如果幼稚園好像小學那樣自動排位 家長不再需要排隊 學校再看不到家長的誠意和重視 那他們會看什麼呢? 到時他們就會看小朋友的住址 看他們的家庭背景 能不能給小朋友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和支援 到時就只有有錢人的小朋友才可以讀好的幼稚園 好的小學、好的中學 Sorry,我說錯了 是當政府連幼稚園都管的時候 到時有錢人、高官的小朋友 是連幼稚園都不會在香港讀 只有那些沒錢出國的小朋友 才會繼續被迫留在香港的幼稚園 成為一隻又一隻等待被填的鴨仔 除了收生,連幼稚園老師都會一平受到影響 就算對教學有熱誠 粗行年年拿A 大家都讚有品德、有禮貌 他懂得背九恩歌、二十四個字母、刀背如流 基本上一個幼稚園學生應該要有的知識 其實他都掩飾了 但就是因為他敗給 他輸了給香港的填入式教育 就沒有資格教幼稚園 我想知道有幾多個老師在第一天教書面對小朋友的時候 是真的覺得自己能夠學意自用 會覺得讀多兩年的香港填入式教育文憑 是勝過你進一間學校裏做兩年的教師助理或者老師 是由經驗說話是不好的呢 就算外國非常出色的老師 他來到香港一樣要接受一年到兩年的教育 他教育他們怎樣再教育人 還是其實你們是擔心外國的老師不能夠適應香港的填入式教育 所以好心地叫他們你先練一下怎樣進行填入式教育 是不是到時每個學生都是賭模地賭出來 個個都要求學當然是求分數 個個都放棄所有賺不到錢的興趣 就是政府想見到的東西呢 知識生學會懇求政府 不要將你的魔罩伸到幼稚園了 你有這麼多的精力的話 倒不如用心機處理一下中小學因為免費教育而搞出來的種種弊端 多謝主席